哈囉香香今天呢跟大家介紹這個MOMO模尼器哦 那我們之前呢啊應該是我之前是用夜神模尼器那 啊這個夜神模尼器呢 呃占CPU 聽說有8% 所以我 所以我 4個CPU只能跑3個 第4個就很頓 那我現在 換這個MOMO模尼器是因為他可以跑 CPU只有占1% 我覺得好像還不錯 OK所以我現在就換了這個MOMO 那 下載下來呢他其實是韓語的 就 這怎麼看啊都韓文了這怎麼找啊對不對 我們先帶大家怎麼去把它換成那個中文版 我先到這個設定 然後你在下面有一個地球 這個是換語言的跟輸入法的 那你就在這裡這個頁面 第一個 第一個是語言 然後換成繁尼中文版 哦 換完之後整個就是中文了啊對不對 OK太好了 我們就先回到這個首頁啊 廢話不多說我們現在就是 在右邊有個加號 可以新增一個模擬性出來 那這個界面呢他跟夜神幾乎是一模一樣 所以操作上面差不多啦 可能 小 icon 有點不太一樣而已 不少是他代理還是有消息啊 就 隨便啦 可以用就好 點這個加碼對不對 也是 也是韓語的 OK沒問題 那到這畫面的時候 你的這個會出現一個 這個是我形成的模擬器 那這個黃色呢就是 要新增模擬器的地方 OK我們先把這個 換成繁體中文 點這個設定 他會在第二個 一個 的地方 然後他這邊會有一個 呃 韓語 Anyway 他在這裡 這個 語言設定這裡 的繁體中文 按確定 OK把關掉 再重新開一個加 開之後呢 這邊可以新增模擬器 新增模擬器 然後新增完之後他就會跑一段 一段時間然後你就可以 在启動 OK我們現在要設定的是 當我啟動 第二個模擬器的時候 他不會有聲音 應該 很多人都發生過 那我是因為 發生了這個事情我才覺得 好像 可以為他做點什麼事情 我先啟動這個天堂 看一下 他沒有聲音OK 這個聲音到底要怎麼出來 我先把他關掉 關掉 要 OK 我們到這個 多開優化這裡 那個多開優化 對 點下去 那個多開值關併音頻 他內建就是把你多開的音頻關掉 所以你就把它取消 取消就好 這麼簡單 OK 關掉 然後你再啟動他 天堂App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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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然後把我的這個影片多多分享出去 也忘了訂閱喔 下次再見囉